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般情况下 比如一些垃圾之类的东西 烧了无关紧要 并无影响 但是生活中有些东西是烧不得的 烧了多少对运气都有影响 因此要特别小心 一 照片不能烧 会带来口舌 是非或生病 不精神等 关于照片的处理 很多人为了方便 经常会采用剪碎或烧掉的方式 剪碎这个方法影响不大 但是如果是烧掉就要小心了 提醒 特别是一些人离婚了 原来的结婚照不知道怎么处理 一般都采用烧掉的方式 以求一干二净 但是照片烧了 容易给人带来口舌 生病 是非或某一段时间的情绪反复 精神不振等情况 必须慎重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火烧以外的方式去处理 二 衣服不能烧 会带来突然的大病 灾祸 惊险的事情 话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某个地方一对夫妻吵架 其妻子一气之下 把其先生的一些衣服拿到田里烧掉了 并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结果没多久 他的先生就出了严重的车祸 据民间一些老人的经验和说法 平时的衣服是绝对不能烧的 如果破了救了 送人或丢掉都行 但绝对不能烧 一烧了 就会突然有莫名其妙的大病或大灾 因此要非常慎重 三 经书不能烧 这是不尊重的表现 会落下因果 先不说信仰如何 关于重要的书籍 比如经书 论语 四书五经等等这些 流通起来功德很大 但若是做了相反的事 比如不爱惜 丢掉 甚至烧了 这是大不敬的 也会落下因果的 比如有些人的孩子读书不好 或开不了智慧等等 也都有这方面的关系 建议经书或重要的书一定不能烧 即使不看不用 可以送人或先存放起来 四 贴身物品不能烧 会导致财运衰败 不利发展 贴身物品不能烧 比如钱包 装盒 打火机等 但凡贴身或用久了的物品或东西 其实无疑是有了感情 有灵性的 最好不要烧掉 这些东西你可以先留着 或是送人都可以 比如有的人烧了钱包 就会总存不住钱 或总破财 严重的还没孕缠身 其实和这些也有一定的关系 五 头发不能烧 容易引起头痛 被骗 长辈健康等问题 人的头发被称之为血之鱼 即便不是完全理解 至少能看得出头发的重要性吧 特别是小孩子的头发 更不能随意烧掉 一般来说 我们都不会做出烧头发的事情 但有些好奇贪玩 或者出自其他心理的人 说不定就会做出这种愚蠢的事情 烧掉头发的话 手当其冲 就是容易引起头痛 还有就是小人是非之事 以及感情运势和长辈们的身体健康问题 尤其是自己烧自己的头发 倒霉程度更会加重 还有一点要强调的 每逢农历正月 三月 七月 十月 是绝对忌讳烧以上这些物件或东西的 有人说这些是迷信 但生活中有些习俗或经验 有时必须注意一下 对生活 对工作都有益处 那生活中的旧物该怎样处理 才有利于我们今后的发展呢 大佬接下来告诉大家 一 旧的贺年卡在新春前处理掉 纸类拥有和青春工作运相关的木器 若希望能吸取新的一年之气 去年的贺年卡就不可长时间保存 贺年卡可以直接丢弃 但建议在丢弃之日 家中玄关或客厅要摆放红色的花束 二 老家具要谨慎处理 大家都清楚古玩古董非常具有收藏价值 不但具有文化意义 且是非常值钱的 有可能家中有一件真的古董 就会因此一夜暴富 所以古老的家具是会越丢越穷的 一定要搞清楚这些东西的来历 才能放心地处理 三 枕头处理要谨慎 枕头是我们睡觉常用的 属于生活中非常亲密的物品 但是无论是枕头还是其他任何东西 都是有寿命的 很多人在枕头不能用了的时候 都会选择丢弃 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枕头上面有人的气韵 所以不能随意丢掉 因为会影响主人的运势和家宅的安宁 也会使家中越来越穷 四 旧衣物 其实在风水上 衣服代表的是衣路 不要的旧衣服也会带着我们的气息 所以不要的旧衣服 千万不要乱丢或者烧掉之类的 这样肯定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运势 所以建议如果大家有不要的旧衣服 一定要正确地进行处理 处理方法 不要随意地就丢掉 带着气息的旧衣服 洗净送人 捐赠 都是不错的选择 五 旧鞋子 现在的家居装修 通常会在大门门口 做一个鞋柜 储放鞋子 因为比较方便进屋换鞋 从风水角度来说 大门是纳气口 是家里主要的生气来源 有很多的旧鞋子堆积 产生一些异味 这将会非常影响自己的运势 处理方法 损害的鞋子直接扔掉 没有损坏的鞋子送给家庭条件不好的人 传递善意 六 枯萎植物 人们会在家里摆放植物 以此来改善运势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家里的植物枯萎了 那就需要清理掉了 因为从风水角度说 这个会带来不好的运势 而且象征运势的植物枯萎 也给人不好的心理暗示 处理方法 枯萎的植物要掩埋在土里 再用原来的土种植新的植物 七 破碗破锅 很多人家里的玩具都是有破损的 但是有的人认为 一点的破损是不碍事的 而且也没有必要一定扔了 这样也很浪费 所以家里就很容易堆积了一些 碗锅之类的破损物件 还没有及时更换 但是碗锅代表的是家里的食神 主要代表的是我们的财运方面 如果存在破损的话 那么就会导致金钱外漏情况的发生 处理方法 对于损坏的碗 要用红布包好之后再去丢掉它 八 旧钱包 很多人认为钱包扔掉 就是将自己的财运抛弃很不吉利 其实从钱包风水学上讲 这是有道理的 钱包风水学中讲到 其实每个钱包中都住着 类似于财神爷的神 他会为我们出去招财 所以随便将用旧的钱包抛弃 是非常不吉利的 处理方法 将旧钱包中装上一些旧银行卡 不流通的纸币或者硬币 将其撑得满满的 然后放到容纳箱内 妥善保存 取其谐音圆满 以上这些也是我们应该 对风水二字所具备的正念 希望朋友们能够正确地看待风水 了解风水 尊重风水 只有这样才会得到 环境的帮助和声望 才会让你风生水起 交好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